男生在現代片裡面其實是消失的 我都沒有發現 我已經在這個陷阱裡面很久了 還有人沒訂閱NEW新聞 就是現在定期來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女孩們晚安 歡迎來到半夜不睡覺 歡迎Wendy 嗨大家好 我是台灣第一個女性情侶片品牌 朝鮮帶的Wendy 今天呢我們來討論 想要看完看完想要的 女性相情侶片 因為我們一般上網搜尋全部都是 狗男生的居多吧 好像是這樣子 我有覺得好像男生跟女生 喜歡看的內容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在女生的朋友之間 或是我們閨蜜之間 其實非常少聊到這個話題 但就變成 晚上的時候我可能自己會看 就會覺得 什麼都沒有在聊這件事 但因為男生聊這個 就覺得很正常對不對 對 男生的話題 基本上就是這個 不然就球賽 然後沒什麼 就Wendy了解 我們女生通常 在看片的時候 是為什麼 我們其實有 就是發問卷 給非常多的女生 看大家心裡面 對於情侶片這件事情 或A片這件事情 是怎麼想的 然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高達89%的女生 都會看A片 然後有些女生 他可能是好奇去看的 跟伴侶可能兩個相處久了 需要一些新的刺激 他也會想要去看新鮮片 然後有一些女生 他可能是 自己有性需求 要自衛的時候看 男生跟女生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知道女生看完 好像有時候就是 你甚至不會做什麼 就是洗洗睡了 可是男生就會 90%都一定會幹嘛 可以睡 我知道很多的片 都是拍給男生看的 Rooning很好看嗎 就是因為女生 打開那個片 就不是女生喜歡的啊 他就看了沒感覺 所以他就也沒辦法幹嘛 市面上 否男生看的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女生其實都不喜歡 市面上給男生看的話 最主要其實就是 在整部片裡面 那個情感的量很少 因為通常就是 你們要做愛 都會有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嘛 但男生在現在片裡面 其實是消失的 怎麼會這樣玩 欸可能 裡面另外一個人是誰 不太記得 這件事就有點 有點奇怪 欸為什麼我不能 期待一個我心裡面 覺得超級 有吸引力的人 出現在我想要看的片裡面 對 你看我們都忘記這件事該有了 欸真的 我都沒有發現 我已經 在這個陷阱裡面很久了 已經內化了 所以其實我有朋友跟我分享說 我覺得你們 你們看的A片都很無聊 就是 然後人家這樣走在路上 然後那個就直接被拖進去 然後他最後還可以那麼享受 整件事情是不符合邏輯 不符合邏輯 所以你們也會覺得 這樣子不OK是嗎 我覺得其實對很多女生來說 很恐怖 都已經習慣了 因為其實女生很奇怪 偶像劇也很不符合邏輯 你們愛看得要命 然後可是情侶片 那麼不符合邏輯 你們不行看 他會鋪沉啊 欸那我們超級 那之後是不是可以期待 像說我點進去 就是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男生 然後我就想說 啊我今天要看誰 這樣子 沒錯這就是我們接下來 希望的目標 好啊 讚 各種類型 訪談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 大家喜歡的類型 其實很不一樣 他喜歡年紀比他大一點的男生 他喜歡有一點點肉的男生 但當然也有一些姊姊 直接就說 就給我鮮肉 其他不要 謝謝 像你剛剛說的 現在給男生看的那種 沒劇情 然後劇情很奇怪的那種 所以其實女生是期待一些 比如說像 有前性嗎 還是像怎麼樣的 大家其實都會比較著重在 他們是怎麼認識的 這一個性愛的前半段 是怎麼樣開始的 就比較少會去著重在 他們姿勢是怎麼換的 喔這真的 是跟男生完全不一樣的耶 對 男生就是前面通常 如果你有看過一部完整 假設30分鐘的話 我們會直接從一開始 看一下這女兒長這樣 OK好 然後直接拉到後面快樂的部分 這樣子 可能還可以下一步 其實他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因為像現在一般的A片來說 口交的畫面都還蠻長的 對 但其實我相信蠻多女生 會很想直接快轉到那個 但是其實 女生也不是不能看這畫面 但如果在拍這畫面的時候 女生可能會比較想看到男生的時候的表現 因為想要看到男生有一點被你懸殊的感覺 真的 女生可能相對的也要看男優的 但是 通常都看不到男優的 看不到 就是很像雞羽牛的 巴辣媽媽 永遠只有下半身 所以你們女生到底喜歡看怎樣的片子啊 我其實覺得對女生來說 一部片子裡面 情欲的部分很重要 女生被需要的感覺 男生真的有想要的那種感覺 就是情欲這些東西的展現除了是在剛剛的這些劇情上面 另外還有眼神上的交流 就是你可以看出 彼此對彼此是有衝動的 是想要的 摸女生的後頸啊 或什麼就是一些比較敏感的地方的這些特寫 這種熱度在影片裡面 蠻重要的 男生渴望跟你發生關係的那個狀態嗎 對 那要營造出這種感覺的話 其實 他的劇情就很重要 其實有一些偶像劇他都沒有把他演完 我們就會很想把他演完 女生會自己腦補啊 後面 他們現在一定怎麼樣怎麼樣了 對啊 就偶像劇裡面出現了一些 就覺得 好像可以把他演完嗎 我們想要看他之後發生什麼事啊 那所以你們喜歡的劇情啊 大概有哪一種類型 其實這兩種有些是從 比較生活上去切入的 比如說從早上起來 然後你男朋友可能抱著你睡覺 然後就有一些曖昧的早晨的互動 哦 所以其實各種各式各樣 比如一夜情這種也會有在裡面 對啊一些主管呢 主管這不要耶 這想要說過要PT的東西很煩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整部片的完整性很重要 應該是說現在有點適合 哦我懂了 你們不能眉頭眉尾的結束啦 那我很好奇 你們就是女生有沒有什麼 看了會點紅心跳的小動作啊 或者是這些元素是什麼 我們之前有先拍一些就是示範片 但是示範片裡面就是 大家現場會有一些互動 就真的就會有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 因為有些女生會跟我們說 他就會幻想在野外 可是這個 哦對啦 因為是否女生 否女生 所以就是男生的臉比較多 我在我 我剛剛完全沒在看那個女生 那不然你在看什麼 我在看這個男的臉 還有那身材 還有他那個就是哇這樣 然後就覺得他裡面那個肉 哇 這個直接爬上來了可以嗎 爬上來了可以嗎 你們有在喜歡腹肌嗎 這個人身材 腹肌還是可以 個人視覺胸肌很重要 但是你就不會把這張圖存下來 這要幹嘛 這個在幹嘛 這很可愛 哦這是廚房啦 對他們就是早上一起在吃早餐 就是也先不吃的這樣 哇男生 可能女生吃早餐吃到一半 男生就去抱他 男生的手感覺在掐女生的屁股 我覺得這個 這張圖的重點就是那個男生感覺很有力 很有力啊 那種霸道的感覺 就是這種很日常的感覺 其實是女生最喜歡對不對 對 很浪漫 OK 男生的手已經開始不太喜歡 這男生的手這個線條真的是 哦你是在看那裡嗎 我是在看他的手指耶 然後 這個這個可以嗎 這個我覺得很讚 這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同事出差 這個衣服是不是男生很喜歡呢 我其實不喜歡耶 因為我會不知道怎麼脫 就想說 然後要扯 又怕他等一下 就隨便亂撲啊 結束他穿不回去怎麼辦呢 那 你們會在意女生的表情嗎 女生感覺已經投入心中 我不在意 我沒有在看他 笑死 OK好 這個照片我不得不說他有拍出愛的感覺 有讓我覺得說這個男生好像真的有在 在享受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種就是男生當兵回來的時候啊 他有把那女生整個這樣子抱住的感覺 哦照片其實 你看兩性看同樣的照片 有力但溫柔 有力但溫柔的抱著他 我 我在看 你看不到重點 你男生看完這系列你是不是完全就是傻眼 女生竟然喜歡看這個 我沒有傻眼 我知道男生女生會看不太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真的只能說有時候女生喜歡的 跟我們男生看的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 你看我們剛剛隨便一張照片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兩性看的重點都完全不同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邏輯上兩邊也不太一樣 男生的那種感覺比較像是 加法 像胸部打加一分 女生臉片要再加一分 對女生來說 少了一個東西就是扣一分 女生要的好像是一個整體 然後那個情境 要挑起女生的慾望 其實要從約會就開始 看完圖片還有沒有更刺激的 我們還有影片 我們還有剪一支示範片 好 看起來看起來 有沒有 就是要這種舒服的早晨呢 什麼東西早上很累 真的像戲劇的感覺啊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戀愛感 我行 要這樣早餐你就先不要睡了 我本身比 沒有 好 好開始了開始了 重點 好怕 男優的身材 好像很緊張 快一點不要 手就是給我脫掉 男生的胸肌那邊幫我focus一下 我的天啊 是不是 這個手背 這個背你可以嗎 我完全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 沒了 沒了啦 我還想要繼續看 然後都沒有了 我覺得那種特寫 你知道我每次看一次 自己都會 嗚 你知道 那男生摸的那個 有這種感覺嗎 我覺得就是他很多那個男生動作的細節 對 比如說這樣子 欸 男生這樣子 那個手的動作 在現在市面上的影片怎麼可能會有 不得不說 影片真的是蠻好看的啦 就是 他開出跟我們以往在看的 所謂工具片的感覺不太一樣 你們是有愛的成分 真的狀態會比較唯美 潮現代就是希望 可以收錄更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女生對於自己的欲望 是不太敢講的 不太敢承認自己有欲望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更多高品質的情欲片 或是A片 讓大家可以 接受自己的情欲 然後甚至可以 多跟大家談論這件事情 跟伴侶之間溝通也可以更順暢 當教師像男生的好偶爾回來 你們已經很多年了 發展很多年 對 現在是很不平衡啊 是 因為被搞得好像 A女生都不需要一樣 但其實女生也是有需要的 我們很需要啊 而且也是需要很大量的好不好 而且因為做這個潮現代這個計畫的關係 我們會希望多了解女生 到底有什麼樣的性幻想 所以從這計畫一開始 我們就一直有在跟女生們徵集自己的性幻想 現在其實已經有三四百份的投稿了 天啊 大家幻想其實都很有趣 對 我們像個樹洞一樣 好想聽喔 我們下一次一定要再做一集這個 對啊 一定要來特別分享一下 對 沒錯 感謝超間大 希望超間大 可以打造更多適合女生看的情緒片 超越男生最大網站 哇 雄心很棒 對啊 因為其實 我們就是要來鼓勵那個女生 讓大家更 正視自己的欲望 對 然後勇敢的彈性 然後自己的幻想什麼都不用怕可以講出來 對不對 對 對 感謝大家 半夜不睡覺 下次見囉 大家晚安 謝謝 拜拜 拜拜 歡迎來到新的告解室時間 今天呢 網友匿名的提問呢 是想要問說 女生看完A片的時候 下面會濕濕的 是正常的嗎 不正常喔 要看一聲 很正常 很正常好嗎 女生如果接受到一些會讓自己興奮 或是看了會覺得 有性衝動的東西的話 她當然身體上就會有一些反應嘛 所以身體有反應的話 女生為了避免 摩擦之後會破皮 所以就會有一些就是比較潤滑的液體 會 對 所以是 它是一個自己的保護的作用 是是是是 所以會濕濕的這件事情是正常的 如果沒有濕濕的話 那不可能有問題 對 要找到一部會 看完會濕濕的片 還是對的 OKOK 然後我們期待之後 會有更多這種片 那我還有第二題要問 是是是 就是女生有時候會有一點內容 就是要講不講 然後男生會捉摸不定 這樣子 要怎麼樣可以觀察出對方說 好娘現在可以了 來吧 我其實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很多女生對於性這件事情 自己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她更不可能會 顯露給男生看 另外一半看 她可能也不希望她顯露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你知道她有心中中是為了想要下一步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先聊過彼此對於 雙方的性跟或是關係的進展 到了哪一步 稍微有一點認知之後 再去往下一步去走 如果單就行為來判斷的話 真的每個人會不一樣 而且不見得是正確的 現在很多情欲片其實會有一種就是 女生說不要其實是要的那一種劇情 絕對沒有這種事 對所以不要去自己去判斷 了解 對會可能會有很多讓不舒服的情景出現 對很多好好的溝通 然後跟了解彼此這個 再去往後延伸比較重要 對沒錯 就是這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啦 除非她跟你說我今天晚上不要就是要 對對對 說清楚除非 溝通清楚比較重要 對溝通要溝通清楚 這就是剛認識的時候要講好 就說欸你又說要的 很多密語 很多密 也沒有那個土白 要不是飛黑雞排 很難這真的很難欸 對啊 但是就是你要多了解彼此 這個比較重要 好 歡迎有各種問題的人都可以匿名來信 我們每一次都會有專家來為你做解答 下次見 拜拜